加油 造謠高端能扯的後腿都扯了 所言負全責不敢來告 就是默認 其實病床一直有非常非常高的比例 其實一直有很多 對這些防疫上 尤其是台北市政府 當時的一些做法 也是非常感冒 看到很多的凝嘴 找不到所謂土利 或者是貪污的證據 就開始瞎扯 金華城還有當時疫情 爆發的時候的連帶關係 柯文哲市長當時是 幾乎每天晚上都在跑各大醫院 柯文哲報區回顧疫情期間 卻遭醫界人士借題發揮 其中陳志漢引用的這句歌詞 You never alone 更為綠營議員周永鴻糾正 指他語法有錯 不是連國中生都應該懂嗎 似乎陳志漢也發文反擊 自己只是貼上歌詞而已 沒想到讓自己喜愛的團體 被無辜波及 只是陳志漢連日來 在臉書上與網友各種比讚 也讓藍營議員直呼 很有記事感 陳志漢都是挑起社會的對立 然後讓中間選民厭惡他不在乎 就好像是毛澤東掛掉以後 現在他們這一批人跟江青一樣四人幫 習動民主黨是戰狼當道 就連自己人也喊話 應該回歸本業比較好 我覺得志漢應該還是好扮演 黨環主任的角色 多花一點時間在議題上 我覺得對他是比較好的啦 應該是沒有這樣子的狀況啦 會持續的努力實踐我們對選民的承諾 無懼遍地烽火 儘管黨內不能全長苟同 TVBS 劉立成追蹤取消配備會 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參與 均勾 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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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